对不起啊 李婶 因为啊 让别人拿出了您的快递 对不起 李婶 放心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以后我一定按照保安的规定 严格要求自己 今天正式地向您赔礼道歉 对不起啊 李婶 好好好 那我听你说 哈哈哈哈 刘大爷啊 好好好 那行 那今天我也正式地向您赔礼道歉 对不起啊 刘大爷 我打错电话了 余小脸啊 你还能干点啥 啊 最近工作怎么走心不在眼的呢 电话电话打错 快递快递你给人拿错 你还能干点啥 不是 田经理 你不知道我 我爸上个礼拜掉购物里 你说我给他打电话 我就问他 我说爸你有事吗 他就口口声声说 没事没事 你放心吧 你好好工作 他越这么说我心里越惦记啊 你这事你早跟我说呀 你这样 明天给你一天假 你赶紧回去看看你爸去 谢谢 谢谢田经理 小脸啊 以后这个快递啊 必须得本人牵手 千万别弄错了 放心吧 田经理 我以后绝对把这一项工作给你做得漂漂亮亮的 好 于小脸 我相信你 敬礼 千万别弄错了啊 好嘞 你忙吧 既然我的动作他也会 咱今天好好站岗啊 我站好最后一班岗 明天我有脸见我爹啊 对不对 老同学 这家伙 啊 朋友们 上眼看一看吧 这以为 李远来了一个喘气的大元宿就上台了 啊 这咋的啊 走着两步 还把馅儿整出来了 这是黑什么馅儿的 这是啊 我跟你说啊 作为董事长的司机 要随时随地都注意形象 装了啥呀 不是 你这回来干啥来了 你说我想起来 那个 这个啊 放一遍 老重要了啊 还这个放我 你看我这东西哪个不重要啊 还非得这个东西重要吗 这是我们董事长 从外地寄给小米粒来 董事长 啊 一会小米粒过来求 你说的那个董事长 是甜梦梦他爸给送来的 你说啊 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别问啊 我说纳闷 你这好奇 你这这里玩的 送来是啥呢 你 总之 好的寓意 好的账头 好事 将近 行行行行 哎呦 这咋子 还整得挺会嘴词 行 我不跟你说 你先问我 你又走了 不走吧 哎呦 我的妈呀 还真是 嘴词 好的寓意 好的征兆 妈呀 好事将近 余小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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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听着你听时了 我应该摇头一蹦晃的哭擦 把我插画本里边重挣了 哎呀 我的妈呀 哎呀 我快递呢 小脸啊 你先别和去快递这事了 研究研究你当伴郎的事吧 余小脸 恭喜你啊 有情人终成见书 不是我结婚 谁呀 田笨笨 田笨笨要结婚了 对 太好了 小米粒就属于我自己了 在跟谁呀 小米粒 谁 小米粒 哎呀 我说明日呢 啥事 啥事了 还唱 还唱 啥种事啊 就刚才 顶这儿了 那都没有 但是他爸 派司机 给送聘礼来了 聘礼个哪儿的啊 这儿 这不就是快递吗 啥快递啊 你们看见我的同学吗 后来胖那个 在树里那个 就他说的 好的寓意 好的征兆 田笨笨和 小米粒 就好事将近了 没事 好事将近不怕 不没结婚呢吗 没结婚就可以公平经常 他东西是不是 对呀 我把他撇了 你不上一边 你把人东西撇了 那叫公平经常吗 咋整咋整 再说你在这撇了 我跟你说 那不赖我吗 到时候东西 我得赔呀 咋着 别晃别晃 我跟你说 凡事老爷们要冷静 是不是 那我看看 你们装 什么玩意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打开看看 当你的快递呢 我不是犯事的 啥呀 咋的了 不是 咋的了 你别动起来 咋动起来 有人唠嗑 唠啥了 没听清 他们好几个是在你们嘟囊 不是 那里边是啥呀 小声 你拖大 你上 你看看什么玩意 你这么点 你在前面走 身边保安 我还怕他们 我还 来我的婚姚保护你 来你向前面走 保护我是吧 走 来 来 再 下来啊 你心里下来啊 吵着啥 我吓唬他们呢 告诉你啊 我们妹妹俩人 我不怕你 小姐 你能不能变喊了 这不有眼吗 咱俩仔继瞅瞅 看什么呀 有猴发 好几个有头发的 又咋的啦 跟我玩埋态的 咋玩的啊 往我眼睛里吐吐 咋吐的啊 咋吐 这下给他扭的还抱爽吐的 在这 知道啥了吧 到底是啥呢 和蟹 和蟹 还啥 吐吐吗 和蟹不是吐吐吗 都气死我了 还有 他腿上 有毛 不就像头发吗 完了完了完了 送和蟹了 他俩指定成了 这真有意思 那怎么送和蟹 他俩还能成呢 送和蟹 好的预兆 啥预兆啊 八条腿 就是抓 两个钳子往家拉 这不是他爸派那个 和蟹把小米 抓回去吗 要你这么说的话 他爸应该是老龙王啊 他爸呀 这样才能派 蟹皮心将来抓他呀 就是这个意思 打掌 你别着火 别着忙 你看我 我给孙悟空打个电话 我让他去 我让他去 你能不能别开玩笑了 我让他去老龙王 那是闹海贱 你妈呀 你能有点正经的吗 咋想的呀 你不闲眼当啊 你倒是啊 别好别好 稳住啊稳住啊 小米这儿来了 哎 老乃克 你也来请快递啊 哎呀 你给我哼啥哼啊 你吹枪药了 帅你表情 哎 余小脸 今天是不是有人 给我送了一箱螃蟹 对 老龙王 去吧去吧 跟他们去吧 哎 这啥玩意 你都气坏了你 你是不是有病 你吃枪药了你啊 行了 那接下来我拿回去了啊 站哪 今天这快递你拿不走 你咋呀 这是人家这快递 怎么能不能让人拿走呢 我不管 今天的指定拿不走 你别 我告诉你 小米粒啊 谁优的谁来拿 你别别别 看是不是有毛病 我这当时我平时都不敢拿呀 你让我再等 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上楼球个锅 咱就给这煮着吃得了 行不行 行不行 我只会把你一煮了 没什么没什么 我记住你来了 别吵了 别吵了 来来吧 天经里来 哎呀 天经里 啥也不拿就走快点呗 哎呦 哎呦我天呐 我忘了 哎 笨笨 你来了 那个 你看这是我托田叔叔帮我带的和线 哎 你来得正好 我把钱给你啊 哎 没事 把这钱一会儿给我爸 哎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田笨笨 你爸也太抠了吧 送拼礼还要钱呢 啊 啥 啥拼礼啊 那小米粒从我董事长那买和线 不得给钱呢 是不 早事啊 不是不是 咋咋 怎么还买和线呢 这不我爸不是出差了吗 然后那地方啊 盛产和线 小米粒知道了 就让我爸帮他带两箱 这不很多人都让带了吗 一会儿都过来取 小脸 和哪个好事将近的 笑标 哪个好事将近的 我啥说是好事将近了 我是说好吃将近螃蟹 再不吃过季了 小脸 怎么回事啊 天下 没用的了 天下 天下 也是这么回事啊 啊 他吧 你说那个舌头就不好使 你不赖我没听听啊 就是他抱着一声 来了 完了说 要给你什么好的寓意 完了 又送给小米粒有好的征兆 我和线 晚上他又说了一句 好事将近 我心里面家老爷子 给小米粒送聘礼来的 你小脸啊 你啥耳朵啊 听话听不明白 其实啊 这箱和线啊 就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等会儿你下了班 有时间 记得过来吃 我有 没说你 记得过来吃啊 小米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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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妹们 你信不信 在你去他家之前 我把那旁边都吃了 我都不跟你生 你说说你们俩啊 一个是我的员工 这 一个是我爸的员工 啊 就因为你们这瞎传话 闹出多大的乌龙 是 不有句话说的好吗 不怕当面说错话 就怕背后下传话 你们俩 自己好好想想吧 你 你瞅啥 瞅你咋的呀 这家伙 说话都说不明白 你好 听话都听不明白 你好好练进你的耳朵听力啊 还有那个口条 啥也不是 谁啥也不是 听力有问题 口条有问题吗 我口条 我口条有问题吗 八百标兵奔北坡 泡兵并排北边堡 泡兵怕把 标兵怕 炮兵 我口条有问题吗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是当保安够耽误了 要不然我就是辽宁威胁的主持人 你信不信 我终于当上金牌